有关于这两位受伤的市民 第一个我们全权负责医疗费用 第二个我们也提供一些慰问金 初步调他的资料 他是一个20岁的孩子 然后他是住高雄 现在警方还在侦办中 从高雄过来 都不认识被害人吗 都不认识 他们彼此完全没有恩怨 所以我们这两位市民朋友是无辜的 我们台湾市民有两位受伤 对这两位受伤 那我刚才特别去探视他们 那目前有做初步的紧急的处理 那不过呢 他们两位都还要后续 来这个进行医疗工作 所以待会可能都会进开刀房 那一位是颜面受伤 那刚才我有跟医生对谈 这位颜面受伤的 这个27岁的我们市民朋友呢 他本身呢颜面受伤 那不过医生刚才初步 给他做了检查以后 跟他好像有照伤官的X光的样子 初步是判断是没有这个伤到神经 但是他有皮肤受伤大概 听医生的描述大概七八公分左右 那因为希望他不要影响到他的这个美观 因为在领部所以待会有聘请这个专业的医疗美容的医师 要帮他做点后续上的一个手术 那另外一位呢 这个市民朋友只有十七八岁 一个年轻的孩子 那他本身的伤是比较重 那这个他们有先做初步的整理的紧急医疗 但是待会要进去进行缝合的手术 那他们两位的家长都已经赶到 因为大概都在我们台中市里面都距离不远 那所以大家了解状况 这是所以这有关于这两位受伤的市民 第一个我们全权负责医疗费用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提供一些慰问金 那不过其中十七八岁的孩子的爸爸说 他也了解这是一个不可预知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他说他们的家里还过得去 所以他要用他的孩子名利 把他的慰问金捐给台中市救助专户这样子 我一直说不用没关系 但是他的家长很坚持 所以医疗我们全部负责 那第二个呢 慰问金的情形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这个嫌犯已经有被压制 那已经被逮捕了 那初步我们的一个了解 警方立刻进行侦办 现在还在侦办中 不过初步调他的资料 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孩子 然后他在他是住高雄 有可能是随机吗 现在警方还在侦办中 那所以我想有关于案情 还是以警方说明为主 不过他是专程北上的 是从高雄过来 都不认识被害人吗 彼此完全没有恩怨 所以我们这两位市民朋友 是无辜的 市长要请问我们 接下来终结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第一个 我们终结已经 会付起全部的医疗费用 第二个终结也会派人 在这边服务两位 我们的市民伤患 第三个呢 在第一时间 大家都有按照相关的程序 那所以在第一时间 也压制了跟逮捕这一个嫌犯 他现在正在侦办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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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对要确定 他卖兄弟的 现在5月1日 他只顾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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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只顾意了 1、2、3 一、2、3 台中捷运发生了随机砍人的事件 目前知道四个人受伤 而先犯是一名二十岁的男子犯案后 已经遭到压制 最重要的高级李宜萱 告诉大家宜萱 好的 主播现在呢 记得首带位置在台中捷运的事 你可以看到我后面这里已经拉起封锁线了 因为出入口这边是没办法进出了 在十一点二十分的左右 是发生了一次随机砍人的事件 而且当时的目击民众 在里面搭车的乘客是说 穿着咖啡色的二十岁红姓嫌犯 当时是在水安宫站这里上车 就在水南宫站 这个市政府站的时候 他拿起了玉长的菜刀 想要砍人被一名男性乘客发现夺下了菜刀 但是夺下菜刀之后 他身上其实还有 抢着另外一把小刀 马上就是拿起另外一把小刀 是朝着人群来挥砍 那这时就是长发的男子男乘客 还有其他的男乘客建议有为冲向前压制他 但是他真的太难压了 而且他还拿起了小刀 是往其他乘客的身上 往脖子猛刺狂刺 因此导致很多人许多人受伤 在猛刺的同时 只好压制他的那个男性乘客 放开他 但是那个红姓嫌犯的 还是就是没有想要停止的状态 拿着小刀呢 就是往人群又一直狂冲来 砍人想要再砍更多的人 那现在呢 我们来听一下目击民众的说法 后来我要离开捷律站的时候 在地上看到一把水果刀 水果刀 对 刀两把 对 应该是有网络 大哥那个凶手是在行驶当中攻击别人 还是到站的时候才攻击别人 行驶当中 就是前一站启动之后一段时间 平花站的时候吗 这个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后来我有听人家说是 他就晾菜刀出来 那有一个人就抓住他 后来抓住他 那个人就是第一个被砍伤 你们行驶的方向是从哪里到哪里 从高铁站到那个总站 是 那时候改图是在车前 还是车中还是车后 那个车厢的位置 第二个车厢的最后面 是后面车厢的最后面 从后面开始 所以大家就往反方向车头 对对对对 是 那当下那个人多吗 从小里面几个人 就大概成六七层的乘客啦 六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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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就那座位看起来是这样 有人跑到跌倒会怎么办 有有有就就还是有几个跌倒啦 跌倒喔 对对 那用裁判 是还好没有 对对对 那后面几个人受伤 你不知道吗 我不清楚 好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击民众说呢 当时是有看到他拿刀来砍了 那我们现在这边旁边也有乘客是想要搭捷运 您是现在想要搭捷运吗 对 那现在状况是没办法进去的对不对 没办法 我先搭进车了 我要赶你去上课 对不起 那您知道目前状况是怎么了吗 暂时停驶 对就是这样 他因为很困扰很害怕吗 还好耶 当平常性看来自己要小心 好但是最好不要这种事情发生 好最好是这样 好谢谢 谢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想要搭车的市民呢 想要进去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所以现在是进行封锁状态 他也只能改搭计程车 出去再去别的地方 他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 而且我们初不了解呢 从警方那边得知的是 那这一名咖啡色衣服的红杏嫌犯 他其实身上是有找到三把刀的 一是是预谋犯案哦 然后想要来随机砍人 在这部分呢 到底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警方还要深入的调查 而建议有为的三名男性乘客呢 目前是送往零星医院来治疗 据说据了解呢 是17岁跟20几岁的男性乘客 他们的脖子还有就是脸部 都有刀伤的状况 那待会呢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预计呢 会到现场来关心伤者的情形哦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形主播